一条大蛇来到天台前 慢慢伸出头去 再到处寻找他的主人 随后顺着小河来到城市里 公园里一个女孩正在玩滑板 猛的一抬头 就看见一颗巨大的脑袋 还慢慢凑了过来 下一秒 女孩就不见了 原来她被人贩子抓走了 可刚吃了口泡面 旁边就出现个蛇头 这可把两人吓坏了 以为巨蛇饿了 就把女孩推了下去 可巨蛇并没有伤害她 反而死死缠住汽车 用力咬住后 不停地晃动 然后一抬头 把汽车吞了进去 可巨蛇并没有杀死两人 而是把汽车扔到了河里 这可把旁边的男人吓坏了 另一边 女孩来到一家餐厅 没想到这竟然是家蛇漏馆 突然女孩鼻子不停地嗅来嗅去 她竟然闻到了同类的气息 随后站起身 把旁边桌上的盘子推到地上 这还不解气 又将桌子掀翻了 原来她就是蛇女 从小跟巨蛇一起长大 这天一群捕猎者偷偷前入森林中 想杀死巨蛇 不料巨蛇非常厉害 他们全军覆没了 而蛇女被抓到了城市里 听到有巨蛇出没后 老板派出大批核枪实弹的雇佣兵 将斗树场死死包围起来 接着把紧箍咒带在女孩头上 启动电源 顿时几千伏的电压通过女孩身体传了出去 巨蛇爬上楼顶 感应到女孩方位后 一声咆哮 在大街上快速穿行 很快就找到了女孩 而外面都是铁丝网 屋顶上方有个高压器 不断释放出几万伏的电压 巨蛇刚一靠近 就被电得连连嘶吼 等第二次尝试时 就被电晕过去 人们这才尝出了一口气 随后医生赶来 用激光切开巨蛇皮肤 做起了各种实验 此时女孩也陷入昏迷中 被大壮救了出来 她跟巨蛇生命共享 伤害一起承担 已经没了生命特征 大壮非常伤心 握着高压电 不停地电着蛇女 经过不懈努力 她终于睁开了眼睛 巨蛇也醒了过来 山口眨眼间就灰腹炉出 吓得医生急忙逃了出去 而雇佣兵则在外面 严阵以待 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 这条蛇 只要死的不要活的 她一声令下 无数子弹跟鱼垫一样 朝巨蛇射去 不过她脾糙漏后 根本不在乎 反而张开大嘴 不停地咆哮 逼得人们连连撤退 正在这时 蛇女跑了过来 巨蛇因此没有大开杀戒 分开三个月的两人 终于再次相遇了 他们觉得这个社会非常危险 于是穿过小河 又回到了原始丛林中 希望他们不再被外人打扰 女孩当鞦韆时 地下钻出一头怪兽 她高高跃起 撞到架子上 快速朝女孩冲来 吓得她转身就跑 鲨鱼在后面紧追不舍 可她非常冷静 一头钻进滑梯里 鲨鱼紧随起后 不停地撞着滑梯 她又急忙从另一端跑了出来 眼看鲨鱼越来越近 吓得我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危机时刻 她被大壮一把抱走 鲨鱼一个掉头 又快速冲了过去 他们在森林里不停地奔跑 而鲨鱼则一头扎入地下 人们见状转身就跑 可跑着跑着 小伙一不小心摔到了地上 鲨鱼高高跃起 一口把它吞了进去 可这还不够塞牙缝的 继续向其他人冲去 他们来到水坑前 眼看鲨鱼追了上来 大壮刚跑了几步 鲨鱼就一跃而起 落到水坑里 差点把它淹死了 大壮则抓住边缘 被两人拉了上来 可鲨鱼没打算放过他们 专家跑着跑着 突然摔倒 女孩好心地把它扶了起来 可他却恩将仇报 一用力把女孩推到地上 没想到鲨鱼竟然越过女孩 大嘴一张 把专家吞了进去 随后他方向一转 又朝女孩冲去 危机时刻 来了一辆车 密集的子弹像鱼点一样射来 鲨鱼吃痛 一转身逃走了 原来女孩的爸爸来了 其他人开着车 在后面不停地追 这么密集的子弹 都奈何不了鲨鱼 小伙射出鱼网 想困住鲨鱼 没想到自己被拉跑了 幸好被同伴救了下来 大壮拿起火箭炮 上去就是以下 鲨鱼受伤后 又钻入地下 当他想再次开枪时 被人踹了一脚 鲨鱼就溜走了 原来鲨鱼是白发哥出资赞助的 利用转基因技术 把鲨鱼跟蚯蚓结合 因此他才会钻地 而且愈合能力极强 白发哥想抓住鲨鱼统治世界 另一边 鲨鱼进入大海后 见有人钓鱼 就一跃而起 鲨鱼一跃而起 张开血盆大口 从两人头顶飞了过去 随后重重地落到地上 尾巴轻轻一甩 就来到高速公路上 水泥路面跟豆腐一样脆落 公园里人们在跳广场舞 突然地面不停地晃动 鲨鱼在楼顶一声嘶吼 吓得人们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不怕死的人还来了个现场直播 紧接着他来到马路上 搞起了破坏 只见鲨鱼纵身一跳 朝小男孩冲去 眼看距离越来越近 他竟然停住了脚步 原来小美发出了指令 鲨鱼只能不甘地游了回去 而此时的鲨鱼变大了十倍 游艇在他面前跟小布点一样 根本拽不动鲨鱼 反而游艇被他拽得到处跑 没过多久就来到岸边 游艇被拽进一个山洞里后 碎成了无数块 小美醒来后 找到电脑 发出了求救信号 下一秒 他就愣在原地回头一看 鲨鱼正一步步走来 正在这时 人们拿着AK 不停地开枪射击 密集的子弹像鱼点一样 落到鲨鱼身上 可他却一点事都没有 于是射出钢丝 改用电机枪 千万幅的电压不断输出 鲨鱼浑身发暖 被电的生活不能自理 半天后 他一声嘶吼 重重地摔到地上 见没有危险 白发哥走过去 轻轻抚摸他的额头 觉得称霸世界的机会来了 突然人们都惊恐地睁大眼睛 粘稠的液体流了下来 白发哥抬头一看 鲨鱼张开大嘴 一口将它吞了进去 吓得我赶紧点了赞和关注 没过多久 特种兵就伤亡殆尽 而他的皮太厚了 子弹根本穿不透 只能从内部攻击 大壮打开电脑 按下吸引按钮 鲨鱼就朝他追了过去 幸好他足够灵活 这才没被吃掉 突然看到火箭炮 他纵身一跳 可还差了一米 鲨鱼突然停住了脚步 原来小美按下了吸引按钮 鲨鱼一转身 朝后冲去 小美把电脑扔了出去 大壮刚想射击 发现鲨鱼跳得太高了 随后鲨鱼朝小美冲去 正在这时 小胖冲了过来 用力一甩 把鱼扔向鲨鱼 大壮趁此机会连开三炮 鲨鱼最终冒出黑烟 落到地上后就死悄悄了 三个头的鲨鱼出现在大海里 只见它高高跃起 张开血喷大口 将男人吞了进去 另一边 女人刚浮出水面 就被三头鲨盯上了 只见它一个白尾后 张开大嘴 它就成了鲨鱼的晚餐 只有看视频点赞和关注 才不会受到攻击 紧接着鲨鱼撞了下船底 邮轮不停地晃动 人们急忙跑出来查看情况 下一秒 邮轮又遭到重击 女人一个没抓稳 从栏杆上塞了下去 被鲨鱼一口吞掉 随着不停地撞击 越来越多的人掉入海中 它们凑到一起 还没商量出对策 就成了鲨鱼的副中餐 这个女人被拽住手臂 没想到鲨鱼一跃而起 竟然把它吞了进去 船员急忙出来查看情况 下一秒 鲨鱼就跃出水面 张开血喷大口 三人一声尖叫后 就没了动静 随后跳入大海中 可吃了这么多人 他还没有饱 见鲨鱼游了过来 吓得几人转身就跑 没过多久 鲨鱼就一跃而起 落到夹扮上 张开大嘴想要吃饭 邮轮也慢慢倾斜 快要沉没了 虽然男人被两人拉着 可力气越来越小 面对鲨鱼的不断嘶吼 他差点下尿了 手一松 就滑了下去 正好落入鲨鱼口中 吃了猎物后 鲨鱼尾巴一摇 又跳入大海里 看到这一幕 小伙很生气 拿起斧头 跑到云梯上 随后纵身一跳 举起斧头 用力劈了下去 不过斧头被卡住了 怎么都拔不出来 吓得人们哇哇大叫 只见鲨鱼一个跳跃后 男人就不见了 海面只有一片红色 正在这时 海警船赶到 看到三头鲨后 要跟他决一死战 这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三头鲨 短短半天就吃了几十人 如今又盯上了海警 船长一声令下 小伙急忙开枪射击 在密集子弹的加持下 鲨鱼终于受伤了 随后掉头就跑 正当两人张望时 没想到鲨鱼一跃而起 因为看视频 没点赞和关注 他们才被吃掉 然后又撞向小船 FBI急忙掏出手枪 朝防弹玻璃射了出去 没过多久 20发子弹就打光了 他放下手枪 掏出大砍刀 对准中间的头砍了下去 经过不懈努力 终于把头砍了下来 鲨鱼终于死悄悄了 随后把船停到岸边 鲨鱼扑通一声掉进大海里 船长像英雄一样走了上来 可还没说几句话 鲨鱼一个转身 左边的头就把他吞了进去 断裂处又长出三个头 他竟然有了不死之身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他经常吃海洋垃圾 发生了变异 而五个头都想当老大 是竞争关系 如今他又盯上了一艘小船 尽管后面的人大声呼救 可他们就跟笼子一样 根本听不见 就在这时 鲨鱼瞅准时机 一跃而起 把小船撞翻 随后就发生了爆炸 而小船的残骸 也被吞了进去 为了消灭鲨鱼 他们把船上的垃圾 扔进大海里 面对这么多可口的美味 五个脑袋发生了争执 他们互相撕摇起来 水面很快变成了红色 三头鲨终于死悄悄了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更厉害的五头鲨即将登场 男孩刚出滑梯就吓傻了 眼前竟然出现一头大狮子 而姐姐对此一无所知 也滑了下来 可刚出来 就收敛了笑容 看到狮子后 转身就跑 狮子紧随起后 幸好管子比较窄 他爬不进去 女孩拼命往上爬 可管子太滑了 根本爬不上去 没过多久 他就体力不支 滑了下去 随后紧紧抱住头 因为点了赞和关注 他才获救 被一双大手抱了起来 原来是保姆来了 他们弟弟去哪了 一扭头 看到了地上的血迹 顺着血迹往远处看去 就发现了一双鞋 可狮子还没吃饱 又盯上了外卖小哥 小哥瞅了眼后视镜 发现狮子扑了过来 吓得他一脚油门踩到底 连新买的苹果手机都不要了 外卖小哥的速度 那不是一般的快 狮子跑了十条街 愣是没追上他 可跑着跑着 突然被升降杆拦住去路 他直接摔到地上 不断滑行 最后掉进了河里 这才捡了一条命 随后爬上旁边的游艇 先想外卖还没送完 又急忙爬上了河 左右看了看 发现狮子早就没了踪影 可刚望上一爬 狮子就张开了血盆大口 男人也沉入河里 可狮子还是很饿 他趁人不注意 偷偷跑到一辆公交车上 公交车上出现一头母狮子 女孩看到后非常兴奋 不行不行 妈妈听到后扭头一看 顿时吓了个半死 眼看狮子冲了过来 吓得人们哇哇大叫 小伙急忙打开太阳伞 可根本挡不住狮子的攻击 吓得我赶紧点了赞和关注 没过多久 人们就领了盒饭 公交车也失去控制 撞进大楼里 狮子不断吃人 警察局长坐不住了 请来捕猎专家帮忙 他把半只羊挂到树上 再拿出几个捕树夹 放到羊头周围 随后躲进旁边的帐篷里 喝口二锅头压压惊 紧接着按下遥控器 播放公狮的吼叫声 用来吸引母狮子 半天后 看到草丛里有动静 他急忙举起猎枪 刚要扣下扳机 没想到跑出来一只小兔子 随后又按下了遥控器 这次竟然收到了回应 说明母狮子就在附近 他拿起猎枪 死死盯着前面 可里面出来的却是儿子 男人非常生气 揪住耳朵 让他赶紧回去 可他刚离开 男人一转身 差点踩到老鼠夹上 随后回到了帐篷里 他刚端起枪 就听到身后有动静 扭头一看 就被狮子扑倒了 儿子听到声音 急忙跑了过来 刚要开枪 没想到踩到了老鼠夹 两人就这样没了 狮子也失去了踪迹 没办法 只好请来捕猎高手大壮 虽然他断了一条腿 却战绩辉煌 只是闻了下粪便 就知道是姆德 身长两米 有五百斤重 他独自来到森林里 学着狮子叫了两声 觉得身后油股愣风 他猛的一回头 随后哐哐就是两枪 狮子转身就跑 他快速追了上去 幸好小车速度足够快 当看到铁丝网上的毛发时 知道狮子从这里逃了出去 而旁边就是医学院 里面有很多解剖的尸体 他跟小美悄悄走了进去 在前台后面发现了一具尸体 刚一转身 狮子就撞碎玻璃 朝大壮冲了过去 一头狮子冲了出来 一个转身后 朝男人扑去 张开血盆大口就咬 女人见状 急忙开枪射击 狮子吃痛 转身冲了过来 小美急忙放倒沙发 藏到下面 吓得我赶紧点了赞和关注 危机时刻 大壮举起AK 哭吃就是两枪 然后一转身 开着小车急迟而去 来到会议室里 狮子紧随起后 大壮从后面逃了出来 举起AK 想来个以意待劳 没想到等了半天 狮子都没出来 于是打开门 却发现狮子不见了 另一边小美拿起手机 发现早就摔坏了 于是拿起保安的对讲机 刚要求救 狮子就溜了进来 他急忙举起手枪 这时对讲机响了 狮子扭头看了过来 他扣下扳机 发现没子弹了 把手枪一扔 转身就跑 打开一扇门 钻了进去 随后搬来桌子和书 死死定在门上 他蹬着凳子 打开了天花板 而大壮还在寻找狮子 突然提示 电量不足 坐驾慢悠悠的前进 这时他似有所感 一转身 发现狮子正在身后 他举起AK 狮子就快速跑了过来 大壮连开几枪 却没有效果 往后一退 没想到从楼梯上掉了下去 他用匕首做支撑 向前爬去 来到停尸房后 用腰带捆住门 开始处理山口 正在这时 小美从天花板上掉了下来 剑不是外人 大壮拿起旁边的罐子 想用这个杀死狮子 等狮子走进来后 小美悄悄关上门 打开开关 有毒气体向狮子喷了过去 他拿起罐子 砸向狮子的头 而房租面具也被打掉了 他想打开门 却无能为力 正在这时 摄影师赶到 急忙打开了门 可小美刚出来 狮子就紧随起后 将男人扑倒在地 小美见状 抽出旁边的大铁钉 高高举起 一下就刺穿了狮子的头 下一秒 狮子躺在地上 没了动静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中文字幕提供